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社监委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 随后发布的微博则称 目前社监委内部已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 待庐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 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 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广泛关注 由于消息出自红会社监委 也因此被网友普遍认为是红会将重查郭美美 然而事件发展十分有意思 4月26日某微博名人发文 调侃人人影视关闭因郭美美17.2G视频流出 事件起因是因为当日有网友爆料 郭美美代理人在网上分享了 郭美美与红会领导的不雅视频17.2G 巧合的是 在郭美美与红会领导17.2G不雅视频流出的消息传出后 红会就在微博澄清 红会从未说要重查郭美美 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二者是否有所关联 难道是因为有视频威胁导致红会退缩 才立即澄清没有重查 看来这17.2G唯利不小 难怪让不少网友瞧手期盼 都迫切希望看到事情真相 中国红十字会微博谈红会查郭美美原文 我澄清下 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郭美美 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做出决定要重查郭美美 真实情况是社监委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 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 报道成了红会决定要重查郭美美事件 这样的乌龙新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五六娱乐为您报道